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服风生的导演高群叔 联手张颂文 果然猎兵上线首日直接斩获平台热度第一 不过点开评论区 铺天盖地的差评倒是让人格外惊讶 没有张颂文纯响版这剧基本没法看 张老师都带不动地干 资本家的丑娃娃 半集劝退 质感还不如小视频以及终于见识了演技差的突破下线了等等 看得出 大家对张颂文的演技还是认可的 但 仅仅有一个张颂文也根本撑不起整部剧的拉宽 这回 咱们就来看看2024的第一部重磅行真机独剧《猎兵》究竟为何烂到拆屏满天飞 很难想象 这是能拍出征服导演拍出来的作品 尽管没有太多预期 猎兵还是烂出了我的预期 剧情烂到甚至拖累了张颂文的演技 或许想直接锁住观众的视线 没有任何铺垫上来就是一段张颂文soro的戏码 对手演员韩庚的表现 我已不想多说 张颂文是入戏了 但 两个人的互动看起来就像是第一次尝试对此一样 直接给人看懵了 后面的剧情也是莫名其妙 开篇从女主照有男杨安娜是跑步 洗漱 吹头发拍起 接着是蒋状 蒋北等荣誉 以及桌子上的合照 看了后面的情节 才知道前面拍的荣誉有多么搞笑 发现了疑似毒品窝点 警队要找人去当卧底 手下人推荐了资料式的小赵女主 从没有外勤经验 就因为拿过射击等奖 上司直接同意 在没有严格培训下直接上场了 这也就算了 结果贩毒的村子竟然对警察没有一点防备 女主打扮一身风俗气 在小麦布老板面前说两句黑话给点钱 结果老板直接将地址写给了女主 就这么轻而易举拿到关键线索 还说是费锦周折查到的窝点 接着 女主迈着矫健的步伐在村子里走了整整三分钟 没错 这三分钟 没有任何剧情就是一个走 而且姚安娜走路的姿势还非常搞笑 我都怀疑导演是故意要黑她的 最让人费解的是 她找了半天没找到 为了传递信息还直接找到自己人 假装问厕所在呢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信息告诉了对方 合着你们在这玩过家家呢 不贩子有多么狡猾 反侦查能力有多强 就算没见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吧 你一个陌生人在村子里问了一六十三脏 是个人都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 后面还有更离谱的 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了 女主没有一点防备 在屋子里被人一队一直接用电棒电运了 弹幕里瞬间被问号刷屏 大家纷纷问道 就这 显然 无论是导演还是编剧 要么就是压根没上心 剧本随便修秀改改写出来 要么水平如同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想过姚安娜的演技会来 可真的没想到 没有丝毫的表演技巧 说话如同一个没有一点经验的素人 也能成为女主 别怀疑 猎兵表面上张颂文一番 实际看了剧就会明白 一整集几乎全都是姚安娜的戏份 从没出过外勤 在得知自己被安排要乔装打扮 去捣毁毒贩子据点时 她的表情是这样的 乔装打扮后 在与小麦布老板交涉时 这姐是这样的 刚刚还被电棍电院了 被解开衣服时 直接一个大瞪眼 好家伙 如此刚毅的眼神 就算是男演员也演不出来吧 接着 毫不犹豫 女主上来就是一电炮 虽然明显没打着对方的脸 可对手演员还是飞了出去 其实正常来说 打了一拳 趁对方猛逼的时候 一个翻身将其制服就可以 毕竟人家就是来抓毒贩子的 然而 或许想要展现出姚安娜的身手 接下来她展现了一记飞踹 也顾不上前面剧情 自己被电院了 或者要抓住她不能让她跑了 反正姐这大腿是真有劲 这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 速度快到模糊 姚安娜的表情也是呲牙咧嘴 不过不得不佩服姚安娜的体力 前面这姐就已经踩着大高杆 走了很长时间 后面把毒贩子踹出了门 又开始跑了很久 这姿势让我一度以为是群演 我还按戳戳吐槽导演 怎么找了个这么刚强的群演 结果定睛一看 就是姚安娜自己 此时屏幕前的观众已经笑出了声 咱说有时候也不必如此敬业 找个身体是个好选择 接下来 导演还特意拍了一下姚安娜的脚 想要表达女主光着脚追贤一人 结果脚都被磨得出了血 可大家都能看出来 这姐在鱼网袜里穿了个光腿神器 假的不能再假 一看就不是脚底板 真的把观众当傻子了吗 演成这样 现场的工作人员还不能笑 这不得憋出工伤吗 人生中的第一部女主戏 拉胯一点也正常 可明显 姚安娜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演员的基本素养 最起码演也得演一下吧 连查看线索都能演成近视演 也真是没水了 其实从观众的反馈来看 大家真的是恨铁不成钢 大部分评价还是比较冷静其客观的 但在大家表达了对张颂文和高群叔的认可 以及喜爱后还是忍不住要吐槽 除张颂文外全方类失控 此语一出 仿佛一颗重磅炸弹在影视圈炸开 这部网剧 仿佛一艘迷失在茫茫大海上的船只 除了张颂文这位舵手 其余皆陷入了混乱与迷茫 犹如学生作品般的稚嫩 让人不禁摇头叹息 其他演员的表演 仿佛群演一般 缺乏深度与层次感 摄影和剪辑的手法 更是让人觉得仿佛穿越到了上世纪 那种粗糙与陈旧 让人难以接受 然而 就在这混乱与失控之中 张颂文犹如一道明亮的灯塔 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他的演技 如同锋利的剑 切开了这部戏的混乱 让人眼前一浪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 都充满了力量与魅力 仿佛一位真正的演员 在诠释着角色的灵魂 开年暴击 这是观众对这部网剧的评价 开年之际 本以为会迎来一部精彩分成的大剧 却不料遭遇了这样的暴击 然而 即便如此 张颂文依然用他的演技 为观众带来了一丝安慰 他的存在 仿佛是一股清流 冲刷着这部戏的混乱与粗糙 姚安娜一开口 杨颖后继有人了 这句话让人不禁想起了杨颖曾经的辉煌 姚安娜的演技 虽然与杨颖相比还有所欠缺 但他的出现 无疑给这部网剧带来了一丝新的希望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 都充满了生动与活力 仿佛一位新生代的演员在展露头角 然而 尽管有着张颂文与姚安娜的出色表现 这部网剧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从戏份和角色身份来看 张颂文所饰演的角色并不是一番的设定 但他却用自己的演技 将这个角色演绎的深入人心 他的存在 仿佛是一根救命稻草 将这部戏从深渊中拯救出来 想必要是狂标前播出 就更无人问津了 这句话道出了这部网剧面临的干大境地 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圈 如果没有优秀的作品和演员 很容易就会被观众所遗忘 然而 正是张颂文的出色表现 让这部网剧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丝意想 他的演技 仿佛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吸引着观众的眼球 总的来说 这部网剧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但张颂文的出色表现却让人无法忽视 他的演技 如同璀璨的星辰 照亮了这部戏的黑暗 希望在未来 能有更多的优秀演员和作品出现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同时 也希望这部网剧能够吸取教训 不断提升自己的品质与水平 为观众呈现更加精彩的内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